之前,没人会料想到一位尊贵且伟大的神殿长老会降临到这里。因为神殿长老的地位实在是太高了,虽然在名义上他们依旧位于神教大祭祀之下,但实际上当几个神殿长老坐下来聊天时,大祭祀只能在旁边站着,连一张椅子的待遇都没有。 他们是超然的,是神殿的守护者,是公认的距离秩序之神最近的存在。他们一般不会出现在教物运行的俗物之中,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这是一种长久以来心照不宣的默契。 当真正需要他们出现时,往往意味着神教将要或者正在发生着某种大事。比如前阵子秩序神教向轮回神教的宣战,秩序神殿的长老就现身领导骑士团。 骑生行礼膜拜之后,这个空间几百个光团全都陷入了一种安静,他们正在等待着神殿长老的训事。 卡伦也陷入了安静,因为眼前的一幕在这之前,他根本就没有预演。 他是真的不知道,爷爷留下的这副面具在这个空间里竟然能有这种效果,只能怪这个东西太高级,高级到在正常情况下就算是你想摸索想测试也没这个条件,只能冷不丁地忽然给你来个惊喜。 亦或者是惊吓,卡伦的注意力再度下放,发现艾森舅舅的那团黑色的光团变得有些方。 你甚至不用从光团内释放出的意识信息,单纯看他现在的形状就能猜到艾森舅舅心里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情绪。 是惊恶,是不解,是迷惑,是震撼。 卡伦进来的这种变化,成功地让一位深度设恐症且自闭的患者,在刹那间体会到了很多种的剧烈情绪。 艾森先生心里回忆起先前进来时队长尼奥退出阵法圈时对自己说的话。 你就带卡伦去见见世面吧。 好的,我见到世面了。 卡伦马上让自己的情绪平复下来,他清楚自己现在需要冷静,因为这次事件一旦处理不好,很容易引发后续的问题。 因为他已经出现了,一个神殿长老,莫名其妙地出现,在莫名其妙地离开,肯定会引起高度关注和怀疑。 在场这些人虽然身份都是保密的,但那只是相对保密,真正的高层肯定会有这些人在神教内真实身份的名单。 而参与这次测试的三个秩序之边小队,他们的身份则是公开的。 顺着这些身份追查下去,那么自己和队长的身份都会有暴露的危险,因为这件事的等级实在是太高了,秩序神教肯定会以最高规格的配置来调查。 这件事,可能连真正的神殿长老都会参与其中。 所以,现在马上让艾森舅舅带自己离开这里是不行的。 既然不能立刻就走,那就只能留下来,假装是一名真正的神殿长老对这件事感兴趣,想来看看和问问。 只要不引起下面的怀疑,那上面,大概也不会怀疑,对于那些神殿长老们而言,无非就是他们中有一个人带着点好奇心下去逛了逛,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当然,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卡伦的扮演效果上,他必须演好这个角色。 总之,眼前的情景仿佛又回到了明克街莫莉女士居住的那栋连排别墅里,那一晚的自己也是坐在床边,看着阿尔弗雷德和莫莉女士贵符在自己面前,摩拜自己为邪神,伟大的存在。 那一次,自己心里是真的无比的慌乱只能强装镇定,这一次,毕竟是有经验了,且离开瑞兰到维恩后的这些日子,也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自己也成长成熟了许多。 拿定主意后,卡伦没有率先开口打破这一沉默,而是主动地向中央区域飘去。 艾森舅舅的那个黑色光团则停留在原地,他就立在那里,或者叫呆在那里。 还好,这是艾森舅舅最擅长做的事,接下来的表演,卡伦无论如何也不敢让艾森舅舅来配合自己的,他站在那里,就像是一位侍奉神殿长老的仆人,这就足够了。 毕竟,在场所有人都注意到,那道巨大且流金的红色光团是和那道黑色光团一起进来的,以黑色光团的质量,去做一位神殿长老的教内仆人,规格上是足够的,也更能反衬出神殿长老的真实。 当卡伦这道巨大光团上前时,四周其他所有光团,全都继续散发着静一默默后退让开了道路。 这个空间的位置是一种金字塔结构,原本位于最顶尖的是那十个红色的光团,但现在不是了,当卡伦飘上去后,红色的光团们全部让开,重新出现了一个塔尖。 在进入这一区域后,卡伦发现金字塔结构下,从上向下可以看见清晰的结界,每一层界线的意识传递是受限制的,下一层听不到上一层的声音,除非上一层刻意向下释放。 在落于自己的位置后,卡伦终于发出了自己的第一道声音,很平静,很祥和,不带情绪,不带慌乱,像是自己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而原本在这里的几百个光团才是客人。 做事吧!是!是!所有光团都开始继续自己的工作,哪怕手头上暂时没有事的,也假装自己现在正在忙碌。 唯有代表艾森舅舅的那个光团,继续呆立。 卡伦开口说第二句话,这次是对自己身边这十几个光团说的。 怎么样了?回禀长老,测试进行得很顺利。 回禀长老,一切都按照既定设计正在推进。 我不想听客套话,我想知道,测试中出现了哪些问题。 回禀长老,确实出现了几个小问题, 比如这次选取的三个秩序之边小队,其中两个小队很完美地按照我们既定的程序在走。 但有一只小队,目前已经退出了测试,正在等待下一次的时间规制时将他们送出这里,回归现实。 哦,为什么? 回禀长老,是我在选择试验目标时,要求加入对照组, 所以那边安排了一个公认的比较优秀的小队执行了这次任务,他们 确实优秀。 我们采取了额外的方式进行补救,但这只小队最终还是没能完全沉迷于时间断层的状态。 请长老放心,下次我们会注意,这只小队,不,这样的小队不会再进入测试目标。 愚蠢。 一时间,周围所有红色光团瞬间变得暗淡了不少,显然,来自神殿长老的这种直接批评,给予了他们极大的压力。 事实上,因为迪斯的原因,卡伦一直对神殿长老这样的存在没有一个清晰的认知,确切地说,是无法形成一个清晰的认知。 要知道,帕米雷斯叫作为一个中型教会,他们的信使空间里也就只有一位堪比神殿长老的存在,哪怕他已经因自我信仰一时混乱而选择了自我封印。 当你的身上出现金色,当你凝聚出了神格碎片,你就相当于步入了另一种其他人终极一生都无法窥去一眼的新殿堂。 因为你的存在,已经和神这个字,产生了挂钩。 卡伦也意识到,自己言语所带来的压迫好像有些太过了,他希望尽量自然一点,让大家都觉得真实,同时也舒服,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的忽然出现,给出一个合理的过度。 所以,卡伦重新放缓了语气。 漂亮的纸面数据对于我们而言,没有丝毫意义,测试的意义本就在于发现问题。 我等受教,我等受教,这样的小队,尽量多来一些才好,不要怕出现问题,也不要怕不成功,拉涅达尔当年,不也没有弄出真正的结果吗? 一切都慢慢来,就算是在着急,也不能想着走捷径,这和信仰的道路一样,你以为的捷径全都是歧路,唯有脚踏实地走出来的,才永远是最近的距离。 仅遵您的教会,仅遵您的教会。 长老,按照您的意思,下次我们再将这只小队照进来继续进行测试。 卡伦沉默了,继续进行测试,意味着以后可以靠着这个得到很多次的任务奖励,但问题是,这种测试存在极大的风险,现在只是出测,一切才刚刚开始。 一旦后续升级提升后,就算是自家小队有过一次经历,但真的无法保证下次或者下下次就不会有人迷失。 这种任务就像去医药公司试药一样,如果有的选,大概真没多少人愿意去赚这个钱。 自家小队平日里也不缺争取其他高奖励任务的机会,所以。 既然这只小队已经经历过一次了,就暂且缓缓吧,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更多有成效的摸索,不要想这一块面包就吃成一个胖子。 谨遵您的教诲,卡伦觉得时候差不多该撤了,他的身形再度飘起。 就在这时,其中一道红色光团开口道,长老,有件事属下需要禀报。 你是真多。 卡伦只能停顿住身子,道。 说。 属下发现,现阶段的测试力度明显不够。 哦,哪方面? 每个方面都是,测试者这边普通的秩序之边小队明显不够水平。 最重要的是,因为测试对象是我教自己人,所以很多手段我们也不敢强行施加。 另一方面则是我们手段上面还不够丰富,有些太过顾忌。 简而言之,意思就是测试对象和测试手段之间会互相拉扯。 你的意见呢? 卡伦问道。 我的意见是,等出测结束后,我们可以抓一些一模或者罪者进来,让他们成为测试目标。 同时,我们也能请或者抓来一些蛊惑一模进来,让他们来丰富我们的手段与提升我们的强度。 这番提议被提出后,卡伦留意到周围的红色光团们反应都很平静,意味着这应该是他们共同的看法,因为他们等于是这个项目的具体实施负责人。 我不同意,卡伦选择了拒绝,那个提出请求的红色光团微微一愣,但还是马上重新释放出敬意。 谨遵您的吩咐,因为你无法保证,测试对象里都是最有应得的人和一模,你也无法保证,被抓来的蛊惑一模是否会借着这里的环境和机会弄出一些其他的事。 而一旦出事,对神教的颜面将产生很不好的影响,所以,当你向我当面提出它时,我是无法同意的。 谨遵您的教会,是我目光短浅了。 卡伦身形飘浮起来,在即将离开塔尖进入下一层时,又停顿住了,道。 但可以当我今日,没有来过,我的确没有来过,不是吗? 众人马上反应了过来,其声道。 是,您没来过。 是,您没来过。 这些红色光团回答得很快,而且可以感知到他们的兴奋。 因为卡伦的意思是,这种明显带着不道德标签的事情,身为神殿长老,他是不可能当面同意的。 而把自己当作今天没来过,就等于是没听到过这个提议,意思就是,不要对外声张,也不要期待拿到什么手肯,这种不道德的实验,你们可以偷偷摸摸地做。 这种开放权限的事,无疑能让这群红色光团们兴奋不已。 只不过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位神殿长老是真心想让他们认为自己今天没来过。 等卡伦这道巨大的流金光团漂浮到边缘位置,来到艾森先生面前时,卡伦淡淡地道。 走吧!神殿长老不动手,像简易法阵这种事由身边仆人代劳,实在是在正常不过的事了。 让卡伦长书一口气的是,艾森舅舅没有问什么,也没有表现出其他反常,而是默默地自其身前,重新勾勒出了一个阵法圈。 后方,几百道光团齐呼,恭送神殿长老,阵法圈发出光芒,将卡伦和艾森先生一同笼罩,下一刻,二人出现在了路牌外面。 卡伦变回了卡伦,艾森先生则变回了艾森先生。 队长尼奥一直停留在旁边,见卡伦出来了,马上上前问道,怎么样,里面好玩吗? 卡伦,好玩。见到市面了吧?艾森先生,见到了。 卡伦马上对队长道,队长,时间不早了,我们回密室吧? 嗯,也好。尼奥点了点,我们回去吧。 尼奥队长和艾森先生都是重新戴上了勒马尔制作的脸皮面具,二人身形瞬间消失,因为他们那个身份被标记的位置,就是在那间密室里。 当他们出现在不该出现的位置时,会被进行校正,支撑这一基本运行逻辑的,大概就是拉涅达尔留在那个房间里的智慧星辰。 卡伦则伸手抓住了自己脸上这副银色面具的边缘,他觉得,在以后,自己爷爷的面具还是尽量少用,需要时还是多用用帕瓦罗先生的吧? 爷爷的一生,肯定不是一直都停留在民客街做一个审判官,否则你无法解释青年迪斯的神格碎片是怎么来的,所以他必然还有其他丰富的经历,但他没来得及在冬天靠着壁炉慢慢讲故事给自己的孙子听就陷入了沉睡。 虽然用爷爷的面具,很容易营造出狐假虎威的快感,但稍有不慎一旦玩破,那自己的身份很容易就会暴露,而爷爷为此所做出的不治与牺牲,也将失去意义。 看来,爷爷的故事只能等以后自己把他喊醒来后,让他对曾孙子曾孙女讲述了。 同时,这次是也给自己提了个性,自己在细节方面还是不如队长谨慎啊,希望这次是,不会对自己和队长带来波澜。 卡伦摘下了面具,身前瞬间产生了变化,他睁开眼,发现自己又坐在了椅子上,整个人下意识地坐了起来。 当他这里动了后,卡伦看见鞋对面椅子上坐着的马洛急得跳了起来,开始对自己疯狂地手舞足蹈,嘴巴里也在进行着无声的输出。 好在每个座位之间都有着屏蔽结界,马洛无法过来,也无法发出声音,但也似乎是因为这个原因,他现在才能尽情发泄,因为他知道自己打不过卡伦。 但那种好端端的,差点被自己队友一枪抱头的恐惧和憋屈感,真的是能让人发疯,更让人发疯的是,那个队友射了自己一枪后,竟然直接坐在那里睡着了。 李察见卡伦醒了,马上又用两个小时前自创的手语向卡伦进行着热切交流,卡伦无视了他。 扭头一看,发现队长位置旁边的艾森先生一直在盯着自己这里看。 哎,现在最大的问题,反而是艾森先生了,这件事被队长知道倒是无所谓,但艾森先生那里该如何去解释。 卡伦真的不敢将实情告诉古曼家,因为不是每个家庭都能像伊莫莱斯家一样将家人放在第一位,事实是,像伊莫莱斯家那种重视亲情的没说在教会圈了,就算是在普通人社会里,也是很罕见的。 外公德龙老爷子,也不是爷爷迪斯,迪斯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家人,但德龙老爷子,在正常情况下必然是希望家庭和睦的,但谁知道和他的信仰冲突时,老爷子会不会来一场大一灭亲。 但艾森先生一直盯着自己看,让卡伦很不舒服,所以,卡伦只能对着艾森先生做了个手势,伸手指了指就坐在自己旁边座位上的理查。 舅舅,你看看你儿子。 理查也看见了卡伦的手势,马上看向新人孟菲斯,向他做起了手语,他先用手臂做出了一个波浪,意思是稍等,然后指了指自己,又指了指新人孟菲斯,最后把左手手掌向上摊开放在下巴位置,嘴巴张开,右手做挖洞状。 然后,脸上露出了一脸满足的表情,又拍了拍自己的胸脯,示意一切包在自己身上。 终于,艾森舅舅的目光从自己身上挪开,死死地盯向他那亲爱的儿子。 卡伦只能在心里感慨,不愧是父子情深。 晚上还有,不过会比较晚,大家可以早上起来看,抱紧大家。